自排它的齒比是比較密的 因為它檔位比較多 所以你在加速的延伸性 加速的結果一定是比較好的 二檔跟三檔其實很輸 我覺得扭力上感受其實有比較差一點 但它也比較好控制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幫大家試手排的GR Supra 因為這台車已經出比較久了 我們想幫大家去思考說 買這台車的優勢力也是 我們找了擁有自排GR Supra的車主 也找了擁有GR Yaris的車主 一起來體驗看看這台車 到底值不值得買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今天的特殊嘉賓 也就是我們車主充電站的採訪編輯 那他同時也是我們台灣的腳踏車國手 Sergio 哈囉 大家好 他是有GR Yaris 然後也開過GR Supra的自排車款 然後目前他是在台灣力寶 FK8 Type R的這個單圈記錄保持人 大概一五三點多少 六六六 一五三點六六六 另一位GR Supra自排的車主 Mark 他今天是沒辦法露臉 大家有試駕過 然後跟我們提了他覺得差異在哪裡 那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我們都開過這台車了 那你覺得GR Yaris跟GR Supra的這個 手排變速箱兩個有什麼差異 手排GR Supra算是我第一次開到 那他的第一個感覺 他離合器的行程是比較長 真的很長 所以坐姿上的調整 就是要再比自排的再更往前一些 那他的離合器的腳感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比較像 橡膠感比較重一點 你說像橡皮筋嘛 對對我剛剛形容就是 像橡皮筋這樣 就是說 欸就是只有橡皮筋拉伸的這種回饋感 不是說有抑壓的這種感受 那GR Yaris的話 他在離合器的這個腳感 非常扎實 就是很硬 也不能說像改裝那樣 但是他就是有一個扎實度在 那你踩下去真的是有抑壓的感受 那另外一個就是GR Supra手排 他在排檔的時候的這個 也是這個橡膠感 就是他的這個 鬆鬆軟軟的 對有一點鬆 相對於 對相對於Yaris Yaris的話他的排檔是非常扎實 幾乎已經有點像我上一部車 他改那個短排座 對短排座這種金屬感非常重 我是比較喜歡GR Yaris這樣子 其實我們自己是覺得是說 GR Supra他的手排的感受 比較像歐系的手排 對 那確實他其實骨質是一台BMW 這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了 那GR Yaris其實他的離合器 踩起來感覺就跟像SWIT SPORT這種 就比較接近 就是日系的這種配置 對 然後他的排檔的部分就是 我們會覺得日系的這個 進去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 那叫什麼 沒有那麼軟嗎 Yaris的話他就是很明確 就是進去就是進去 所以他會有一個很重的這種 扣住的那種金屬 那種孔這樣子 甚至車子會有一點 就是車台的這種聲音的回饋 就是好像有點撞擊啦 的這種感覺 對 這台這個車上是沒有 它就是橡膠感這樣子 不過這一台就是在入檔的時候 就是要稍微用一點力 然後還有加上他的R檔在最左邊嘛 對 你從3退2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往左下拉 你要注意一下 但Yaris我記得也是一樣 Yaris他在打R檔的時候 是他的排檔座下面要勾起來 拉起來之後才進得沒有R檔 所以比較不會有那個 是 往左邊硬拉 覺得好像快要入到R檔那種感覺 像GR Supra的話他的R檔 要過1檔的這個地方之後 再推一次 再往下拉 那在比較激烈的情況下 很容易推過頭 2檔就比較不好進這樣子 然後至於這個變速箱的池筆 因為現在排放的關係 加上這台車現在應該是有OPF 我們都覺得 池筆算蠻輸的 2檔3檔都拉得 算可以拉很久啦 然後聲音也很安靜 然後動力 可能有OPF的關係 也比預想中的小一點 實際上這台車還是非常有樂趣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台車 因為出滿久的 很多車友都在討論 它的後軸會有Balm Steer的問題 Balm Steer就是說 你在開油門的時候 你後軸的輪胎 你會有Toe In 在Toe In跟Toe Out之間做變化 那這台車因為手排 第一個它持筆比較輸 第二個就是這台車沒有改過動力 它是原廠的 我們覺得其實都算蠻均衡的 對 然後它的後軸的這個動力 剛剛循跡我們稍微小關了一下 開起來是可以使用後軸會讓你車身做一個旋轉 去幫助你過玩 就是感覺你踩多少它就走多少 是預判性還蠻高的 像GR Yaris這種現在定價是196萬 這一台GR Supra之前我們總代理 是有開出一個限時30台 然後245萬的價格 以GR Yaris的車主來看 如果這樣子的價差 然後加上這個有一個後軸的樂趣 然後它是B58引擎 所以它的改裝上限在動力上限是比較高的 對 綜合以上的評價你會怎麼看 你覺得你現在擁有GR Yaris 跟如果要買這個你會比較想要哪一台 這確實有點難選 因為這部車就是它的開車的這種拔河感 是比較強烈的 GYaris的話它其實本身的機械抓地力 就是說你在下油門這種抓地力的 基本上只要正確的有去開這個車子 不會有什麼這種掙扎感 但是這個車會比較多一點 翻譯就是不能亂開啦 對不能亂開 要很傳統很學問派的 該煞車就要煞 要煞夠 開油不能照 不能亂下油 要定速穩定的這樣子下油 我覺得喔如果財力允許就是兩部都要油 我都要 我全都要 因為一個後驅啊 而且它這個幾乎是沒有辦法堅固實用性 因為它是雙座的車子 對 那Yaris至少它有後行李箱 它還可以放東西 這台車也有但是 那是四座這是二座 所以我真的覺得OK的話是兩台都要 我看蠻多Yaris的車主都開它的代表 甚至有一些會拿來送小孩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它真的是很不錯 這台可能就沒有這個部分 但其實後空間其實算蠻大的 只是說中間它有一個拉桿 把後部整個空間隔成上下兩區了 所以說它在放大東西的彈性就是比較少 那因為Sergio是我們腳踏車國手嘛 所以它的腳踏車其實是有辦法 塞進我們Yaris的後座嘛 它在做訓練的時候它都是開Yaris 載著它的腳踏車 就算兩台車只要有卸輪子 其實都放進去 所以其實這是Sufra辦不到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兩部車都要有 因為這個可以練後驅 然後那個的話是你練腳踏車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開它 以前是開FK8嘛 因為後面是很好載的 對非常好載 OK 那最後一個部分我們來談談它的改裝潛力好了 我們自己試的感覺是說 這車其實如果你改到二階 動力做得太大的話 它是蠻不穩定的 沒有很好下油門 需要非常高的技術 你的輪胎也要夠黏 如果你是剛開始玩跑車第一台 我們建議不要改動力 你改個輪胎 改個輪框 煞車原廠是有一點不夠用 那一片部分對 對但是你順開是絕對沒問題 我聽說改這個動力 因為它現在這個有OPF啊 所以然後它的電腦又比較麻煩 是要寄到那個Femto 芬蘭去 那改電腦你一定會改DunPi 那你OPF加上DunPi跟寄電腦 再加刷電腦這樣子 這個車大概就是準備一本左右這樣子 對啊一本的話十萬塊 就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個人覺得基本改就可以了 只是說我們另一位車主Mark 他原本的Supra是19年 對吧 喔20年 20年的他的聲音 比二三年式的這個大聲很多 這我們都覺得 只比電動車有一點聲音而已 對他的那個拉起來 嗯嗯嗯嗯就這樣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環境跟社會所趨 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個缺點 只是說如果你要有那個熱血的聲浪 你要有動力 這個要準備比較多一點 嗯 另外我們提到 還想再補充啦 如果你要上賽道 如果是Yaris的話 還有這個GR Supra 如果你都要做到好的成績 其實Yaris需要做輕度改裝 成績會比較好對吧 比較容易做到 對 對 如果你是結果控 你想要就是山路要頂爆別人 或者要放掉別人 或者你賽道 就是很快就做一個很漂亮的成績 其實Yaris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在不管在經濟上還有在技術上 還有在技術上 像現在力寶兩位素人 四伟跟James做成績 大概都在1分51秒左右 但是說真的 他們也付出相當多的改裝代價 內裝都拆光了 副駕都不留了 當然Yaris要做到151 也是需要做非常多的調整 大家可以評估 因為原本車價就有差了五十幾萬 五十萬左右 如果你只想輕度改或甚至不改的話 Yaris的這個結果可能還不錯 但是它的動力上限很高 你可以用兩百多萬 然後再去改個五十萬 你就可以享受到五百匹 甚至六百匹的這個 很輕鬆就有五百匹 對 因為B58的上限就是比較高 它是直六 B&W 最後再補充 如果你在煩惱你要買自排Supra 還是手排Supra的話 實際上差異就是 自排它的齒比是比較密的 因為它檔位比較多 所以你在加速的延伸性 加速的結果一定是比較好的 二檔跟三檔其實很輸 我覺得扭力上感受其實有比較差一點 但它也比較好控制 但是省油就不用想了 我們開一下油就一直噴 我們真的沒有開得非常激烈 所以說自排的話 加速比它強 但是少了一個樂趣 這個的話 因為扭力感受上還比較小 所以比較好駕馭 比較均衡 我個人是覺得選手排比較好玩 那你覺得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討論 那我們下次試到別台車 再來找大家聊個天 大家掰掰